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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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四国民一起法 因为一起现象都是在 怎么样 变变变 因缘 聚因缘善 因缘生 因缘密 因此一起法 都不是真正的有什么法 那就是一起法 这个地方有没有否定一起法呢 第一句话 是肯定的 第二句话是否定的 否定的意思 原因就是 要我们放下 执着心 可是呢 下边一句话 顾名是顾名一起法 这又是肯定的 所以在否定之后 还要把它提起来 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身体虽然是 不是真的 不是真相 可是我们要用这个假的 假相啊 来做什么 借假修真 因此下边一句话 因此下边一句话 又是肯定的 佛法 是不是 消极的呢 是不是 不是 而是呢 化解 人的 烦恼 而成就 人的 智慧 和 慈悲 这就是 佛法的功能 下边 再解释 用禅的 这个善用禅法的人呢 有两个层次 使用日常生活 以静商练心 将心随静转 而改变为啊 静随心转 在都市 很有意义的 很服深意的 我们呢 禅中有一句话 十字接口 好参禅 各位听过这句话吗 所以十字接口 正好参禅 也就是说 在非常复杂的 环境 之中 还能够啊 把它当成 是非常好的 修行禅法的 地方 那就是说 我们遇到任何 奇怪的 刺激的 诱惑的 种种 现象 心 不会被它所动 这个叫做呢 就是心 不随静转 通常我们都是 心被静转 人家 赞叹我们一句 我们呢 先先然 慢高兴 人家来批评我们一句 我们就 我们就愤愤然 非常的 生气 这个是 心随 静转吧 是 环境 要我们生气 我们就生得气 环境 诱惑我们 我们就跟得走 环境 批评我们 我们就受不了 这 就是没有 残修的功夫 如果 知道了 心 是随着 环境转 这 没有功夫 那怎么办呢 马上告诉自己 嘿 我不需要跟的 魔鬼的音符 来做什么 跳舞 明明那个是 魔鬼的音符 我还要跟他 那么跳舞 这次都没有出息 所以当自己啊 有烦恼性生气 有傲慢性生气 这个时候 正好是 用功的时候 正好是 修行的方法 这个就是 借 这样子的环境 来帮助 我们修行 那我们就能够 安心了 心不能安 心随静转 我们的身体 就不由自主 也会跟得动 就刚才 我所说的 随着 魔鬼的音符 而跳舞 先是心跟得动 然后身体也跟得动 再就是 不能够安心 也不能够安心 我们呢 禅法的功能 就是要我们安心 定心 有的人说 念阿弥陀佛 这非常有用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念阿弥陀佛 当我们心里边呢 受诱惑 明明知道诱惑 心里都不知道 要不要接受它 这个时候 念阿弥陀佛 人家灾害你的时候 你觉得受不了 你想骂他两声 想揍他两拳 这个时候 你最好 先念一句阿弥陀佛 或者是 你多念几句阿弥陀佛 或者是 你要骂人的时候 你最好 不是用三字经 而是念四字经 那个四字经是什么 念阿弥陀佛 非常管用 你看得起小孩子调皮 调皮得不得了 你说 阿弥陀佛 这个小菩萨 还蛮活泼的 人家做了坏事了 你说阿弥陀佛 这是在锻炼我了 这阿弥陀佛 是一句咒语 这非常管用 如果你说 我还没有修佛 还没有皈依 我还不相信阿弥陀佛 我也不愿意念阿弥陀佛 没有关系 我教你另外一个方法 遇到困扰的问题 遇到难堪的事情 这个时候 你注意呼吸吧 注意你鼻孔的 呼吸出入的感觉 然后体验 然后体验你呼吸的感觉 是非常的可爱的 呼吸 在这个世界上是最珍贵的 很多人不知道 呼吸是那么好 经常在享受呼吸 就是没有注意 就是没有注意呼吸 是那么的舒服 那么的可爱 所以遇到什么不得了的事 再不得了 了不得的事 一个是不得了 一个是了不得 不得了呢 你紧张 痛苦 了不得呢 你兴奋 觉得不得了 这都应该可以呢 体验 你的呼吸的 在鼻孔里边 出入的感觉 当我们注意呼吸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把心外的 身外的 所有的一切的问题 暂时多把它隔离 下面有两句咒语 应该是有四句话 留得青山寨 不怕昧财烧 我还有呼吸 应该满足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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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满足了 下面我要利用非常简短的时间 再讲下面的几个观念 何为安心 如何安心 我们先要问什么是心 烦恼与执着是心 自我中心的执着是心 随净浮动是心 随净浮动的念头是心 还有贪嗔 娇慢 嫉妒 疑慮等等 烦恼都是心 这个是什么人的心呢 是众生的心 所谓知识性 自我中心的一种执着 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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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 今天我能够讲这样子的惨法 是我的智慧 请问 这个是 烦恼性呢 还是智慧性 如果是这样子 叫做烦恼性 因此 说这是我的草票 这是我的地位 这是我的名 这是我的利 这是我的权 这是我的所有的义气 有这种心呢 不能说坏啊 有这种心 如果说是因为自己呢 有这样子的身份 所以应该有这样的责任 这不是坏事 这也不是烦恼 如果说 这些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把它当成了 自己的工具来支配 把它当成自己的附属品 来啊 运用 既舍不得把它放掉呢 也舍不得把它用掉 不断地 不断地说是我的 这是我的 到最后 全世界都可能是我的 到最最后 请问周围 还有什么东西是我的 世界不是我的 一切都不是我的 请问 我这条老命是不是我的 是不是 到最后 连老命都放下 还有什么东西是我的 所以 烦恼心 和 责任心 是两回事情 责任心 可以讲 是慈悲 是菩萨的行为 我刚才讲 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这是都是我要照顾的人 关怀的人 这是菩萨心 是责任心 如果是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我要 这是我的支配 我的所占有的 这个叫做什么 是烦恼心 现在 诸位可以听懂 我们应该 要使烦恼心 而 取什么心 责任心 下面 就没有想要修修菩萨 自己也做菩萨 这个是 众生心 这是 非常的知识 我们也要学一学 我们求菩萨 没有错 菩萨会给我们 慈悲 会吃我们智慧 可是 我们也要 学习 学习 菩萨的智慧和慈悲 这个样子 我们就减少 许多许多的困扰 和烦恼 我们增长很多的福德 和智慧 为什么 不要学菩萨 如果不学菩萨 那才是 真是蠢啊 学菩萨 这是有智慧的人 诸位菩萨 对吗 好 这个不懂得安心呢 就是众生 不是佛 如果懂得安心呢 就见到 众生的心 就跟佛的心相同 这个是 是佛法 也是禅法 就是 复心 众生心 心心相应 心心平等 再就是 离烦恼 而又智慧 那就是 懂得安心的人 如果不懂得安心呢 只有烦恼 而没有智慧 烦恼信重的人 要他有慈悲 是很难的 过去有一位太太 跟他的先生 跟他的先生吵架 他问先生呢 你爱不爱我 先生说 你爱不爱我 两个人都在比爱 事实上在吵架 先生说 我不爱你 我怎么娶你 那个太太说 我不爱你 我怎么会嫁你 嘿嘿 这个两个人 都是一对一搭 很有道理 马上呢 先生讲 说爱是牺牲 不是占有 你现在就 不牺牲 就要占有我 我外边 不过是有 一个女朋友而已啊 请问诸位 这样子 这个爱 是烦恼 还是智慧啊 还是慈悲啊 这个种爱 就是烦恼 我们如果 说爱是奉献 爱是关怀 爱是 谅解 这个就变成了 跟慈悲相应了 这个就是 不会让 你夫妻两个吵架 吵这个不休 不吵架的人 就烦恼就少 这就是有智慧的人 请问诸位 你们夫妻吵架吗 当你们吵的时候 就要问了 你究竟爱不爱我 如果要问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的爱 是慈悲 慈悲啊 没有敌人 智慧啊 不起烦恼 慈悲心的人 没有敌人 在家里边的夫妇 第一 自己安心 就不要吵架 要没有敌人 就不会吵架 两个人不会吵架 就有智慧 也有慈悲 学习学习看 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齐烦恼 再把它当咒语念啊 当你有敌人的时候 你要念这句话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要念这句话 如此的话 你一定能够安心 还有呢 安身 还有呢 安家 还有呢 对了 我又把这个题目讲完了 下面呢 我要讲 安住身心 有四个层次 要把身心的安定 和安住 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呢 是上等人 把身心 把身心安定 把身心安于啊 菩萨次 这是上等人 这是上等人 一定能安心 一定能安心 这种人已经是到了无心可安的程度了 中等人 中等人 安心于 安心于 佛罗受习财 这个佛罗受习 那个罗 这是罗是什么意思 是得到的 得到的报酬 就是说这个人很有负 也很 罗 很高 这是中等人 中等人 我们一般的人 大概是中等人 他们也为人 也为社会 为自己 为人 为社会 他们有理想 也有啊 自己的啊 事业的目标 差不多一般的事业家 都是啊 在这一个 层次的 我把他当成中等人 下等人呢 把身心啊 安于啊 民意的追求 这个民啊 是福民 是虚民 是福利 是啊 不是在的 所谓偏财 恨财 利 民 如果实至 民归 随到 渠成的 民利啊 并不是坏事 也不是罪恶 往往 民不是追求来的 自然的 随到 渠成 自然有名 利 不是啊 用坏念头 坏方法 不道德的行为 争取道德 那 这种利啊 是利己 利人 利益 社会大众的利 不是很好吗 自利利人的行为 实际上 就是菩萨行 自利利人 而不 以啊 功劳者之居 这就是啊 禅的 观念 如果说 自利利人 还有一种啊 说说 我是 功劳者 我是啊 奉献者 有许多的人呢 是被我所服务的 所奉献的 所救济的 有这种心呢 也不坏 这叫回馈一社会 社会受到利益 不坏 但是呢 我说他是中等人 为什么呢 没有把 所以 四相就是五相 这个程度 能够再胜一击 就是信菩萨道了 下等人 我刚才讲的下等人呢 是安心与民地 福利 福民 下下等人呢 是身心啊 无处苦安 不但为止迹 增添麻烦 也为家庭 社会 制造困扰 因为身心 无处可安 所以呢 就这碗 制造 是非 乱缘 因此 我们这样的讲座呢 就是希望 那一些人呢 也能够 安 身心 如何的去 要他们去 安身心呢 那就是你们 作为菩萨的责任了 所以 不管是 什么人 听到这样子演讲的人 把这个观念呢 能够传播给 那一些不堪 这种寂寞的人呢 帮帮他们的忙 这个就是 心菩萨道 也是做的大功德 下边呢 我要 讲 按家 你们诸位知道 家有大有小 小的是 一个人的家庭 夫妇的 两个人的家庭 还有呢 大大道 以 国家为家 以 世界的人类为家 这个佛呢 以什么为家 以十方 三世 一切众生 为家 请问 诸位知道吗 寺院 它的名称叫做 十方常住 常住的意思 就是家的意思 那就是 所以 十方的 一切人的 一个家庭 那我们呢 要按家的话 是 首先 按谁的家 按子弟的家 一定要先安好 不要 谁进救援 不要啊 这是一种梦想 说我要 按一切人的家 结果 子弟的家 乱七八糟 先要把子弟的家 安好 但是 安家的 方法是什么 一个家庭里边 也是两个人 以上 组成的 要互敬 互住 各进其之 各受其分 彼此关怀 互相照顾 同甘共苦 一起成长 如果能够这样子呢 一定是 一个非常 和乐的家庭 小的家庭 大一点的 自己是 一个团体 一个公司 再大一点 就是社会 再大的 就是 我们的 整个国家 和 整个的民族 乃至于呢 全世界 所以 能够 一个人 把心安好的人 一定有这么大的心量 优小而大 见到任何人的 家里有问题 都希望 能够帮到他们的忙 我们这个讲座呢 实际上也就是 希望所有的人 得到利益 所以 所有的人 能够 以这样的观念 来 安家 至于安一 是什么意思 一啊 有的就是 小的来讲 就是工作 我们工作的性质 和工作的范围 一定呢 要 忠一只手 敬之负责 说说 做一日和尚 闯一日忠 虽然我们呢 这物可以调动 行业可以改变 但是 工作的态度啊 一定 不改的 这个就是安一 安于 自己的工作 安于 自己的 行业 现在的 做的是什么 就要 安于 现在 要把时间 再做好 请问 诸位啊 我有没有家 我的家在哪里 在农产市 你们诸位一定听过 出家 无家 处处是家 我的家 并不仅仅是农产市 发股山 今天我们在座的 诸位啊 是不是 所以我家里的人呢 是吧 那你们的家 就是我的家 对不对呢 你们也应该要想到 虽然自己的家庭是很小 可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呢 是很大的 尽着 尽力 要爱护自己 关怀他人 那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奉献 这就能够安家 就能够安逸 广义的 所谓安逸啊 实际上就是呢 生意清净 口意清净 意义啊 清净 也就是啊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再就是啊 提升人品 建设净土 实际上 安逸的本身 广义的来讲 就有啊 安心 安生 安家 安逸的呀 内容在那儿 因此我今天这一场演讲呢 从头到尾啊 都在讲 安心 安心 安生 安家 安逸 不管讲哪一段 都在讲 安心 安生 安家 安逸 祝福大家 祝福诸位菩萨 身心平安 安居乐意 成就人间净土 早日成就福到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